争斗说到底离不开利益二字 飞哥因以往利益纠葛深陷其中 而我准备给对方来一波狠的 上集说道我入虎穴营救飞哥 本想来一出擒贼仙秦王 却没想到失策了 等一下我还有话说 不用说了 我不想再听你扯皮 飞哥的事让黄老板很生气 黄老板让我给你带句话 若飞哥有半点事 他会跟你全面开战 我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能虎刀对方就行 要做的只是拖延时间 姓黄的在西岗有些实力 如果真闹起来 也是件麻烦事 不应该啊 阿飞现在不过是赚钱的工具 没理由让姓黄的跟我撕破脸 我所言千真万确 因为飞哥手里掌握园区核心技术 老板离不开他 十三闭嘴 这些是园区核心机密 你怎么能说出来 我跟飞哥一唱一和 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可老肖不是寻常货色 并未完全相信 十三是吧 你打给姓黄的 我会亲自跟他谈 我没老板号码 那我打给他 这就尴尬了 没想到他们之间有往来 怎么老郎那边还没好 老肖很快拨通电话 跟那边吵了一顿后挂断 并恶狠狠地盯着我 小子你很好 一天之内耍我两次 当真以为我蠢吗 喜怒啊 我也为了自保 蒙仔动手 他的胳膊我要定了 耶稣也留不住 我说的 老郎你到底搞什么 再不弄出点动静 我完蛋了 我看着蒙仔走近 心里很害怕 却听到外面一阵巨响 老肖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 外面到处都是农烟 场面十分混乱 赶快救火 员工都跑了 根本没法出救 萧总我们先车出去再说 十三世不是你干的 我也想啊 可我一直在你眼皮底下 也没那个时间 他只会傻嘴皮子 肯定不是他 应该是园区的人过来了 仅是几句话的时间 农烟已飘进屋内 刺鼻的味道让人很不舒服 我赶忙出声提醒 还是先出去吧 不然都得嘎在这里 你最好别再耍花样 猛仔带他们出去 早别离开我的视线 我和飞哥往外走 并给他识眼色 来到外面四周都是烟雾 能见度极低 老狼还是挺靠谱的 没坑我 萧总有人提前撒了白领粉 温度一高就燃起来了 出口在那边 让我知道是谁干的 看我不拔他的皮 还差最后一步 千万别出差错 我听到门外 响起两声爆炸声 知道信号来了 紧接着几颗小葡萄 滚到我们脚下 吓得所有人往回跑 我赶忙带着飞哥往外跑 根本不拒 因为我知道不会炸 十几秒后老肖等人 才反应过来 没炸是亚的 亚你妹这是模型 我们被十三傻了 给我追 仅是片刻时间 我跟飞哥上了车 并催促大牛 我把飞哥就出来了 开车去指定位置 还有分大理给老肖 飞哥你没事吧 这都是小场面 我还能撑得住 以前的受的伤比这众多了 十三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飞哥你有话直说 牛牛捏捏的我不习惯 之前有些是没跟你说 是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谁知老肖发疯 突然对我下手 飞哥不用说了 我都懂 十三哥后面有车追上来了 开快点 让他们追个够 我们驱车来到偏僻处 后面的车紧追不舍 我则打出电话 老狼拦住他们 放心走吧 记得把少女的马来带给我 你去找了老狼 他的收费可不低 我实在没办法 几个主管没一个愿意帮我 只能出此下策了 没事这里仗算我的 我们的车没开出多远 身后被你发来激烈的交火声 不用多想 吃亏的人肯定是老肖 当我带着飞哥回到园区 把几个主管都惊呆了 刚才实在吓人 好在安全了 十三你还真把阿飞带回来了 怎么做到的 老肖把我们送到门口的 你就爱开玩笑 看来你手段不弱 我也没办法 没人站出来帮我 只能自己扛啊 我肯定不爽几个主管 当话说出来 现场氛围是变得有些尴尬 可我刚死里逃生 才不在乎别人想什么 命灯大 回来就好 蝎子你带上一些内保 送阿飞去医院治疗 多谢倩姐 谢谢子主管 把人交给我吧 出不了乱子的 十三你跟我来 我跟着倩姐来到办公室 飞哥室就出来了 可托尼的事还没完 刚到办公室 倩姐就跟我要东西 阿飞已经安全了 你所谓的录音可以给我了吧 我对付爱丽娜 你对付托尼 大家都能得到好处 倩姐我这次请人出手就飞个 花了很多马内 你能资助我一点吗 能毕竟阿飞也是园区主管 我不会坐视不管的 你要多少 五百个就行 你越来越幽默了 我给你五十个 倩姐真会砍价 东西给你 我没有任何奖价的资本 把录音拿给倩姐 倩姐听完后点头 干得不错 等我接管爱丽娜的产业 会尽你一份好处 倩姐敞亮 可我还有一点担心 仅凭这段录音够吗 自然是插上一些的 若加上我吹吹耳旁风 那就够了 原来倩姐自由谋划 看来是我多虑了 墙边袋子里刚好有五十个 拿上东西 你先去忙吧 我拿着马内走出房间 隔天早上又去找老万叔拿钱 接着我拿着两个行李箱找到老狼 十三兄弟来了 尾款都在这里 你点一下 不用点 我现在过十三兄弟 我想问一下 你们祖祭老肖等人 结果怎么样 你给的钱只够祖祭 老肖自然还活着 但是他伤往惨动 依旧是个麻烦 我可以去帮你处理掉他 但是得加钱 算了以后再说吧 我可没那个彩礼 我也得跑路一段时间 以后有需要记得找我 我这次做的事影响力不小 而出的钱也不少 高端局没有资金的话 根本玩不了 回元区后 我第一时间去找叔叔 十三哥回来了 你没受伤吧 你都知道了 我听你说的话有些奇怪 所以去问了夏万叔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骗你的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在这种地方混迹 大家过的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 希望你往后跟我说真话 好以后一定跟你说真话 我和叔叔敞开心扉聊了很多 可有人不解风情 刺眼找到了我 还在这腻歪呢 火泥主管让你过去一趟 带回去 给你连了是吧 竟敢让主管等 你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狐假虎卫 滚蛋 你很好 等着被受拾吧 我就猜到托尼会动手 飞哥还在医院 整个部门他说了算 是对付我的最佳机会 好在我快他一步 把录音交给了倩姐 十三哥你又遇到麻烦了 我们去找万叔帮忙吧 不用我能解决 且去看看托尼搞什么鬼